一场怪风吹出新宇航空的攻关危机 从怪风影响起降 只是登一场 航班合并 机组员工时限制 成田机场宵禁限制等层出不穷的状况 最终导致上百名旅客打地铺夜宿东京成田机场 整起连环事件就像是蝴蝶效应 精品航空怎么会被批评成空中监狱 单立新闻王统整事发经过带您一起了解 新宇航空JX800台北东京航班 于6日上午8时44分从桃园机场起飞 原定于日本时间下午12时45分 抵达东京成田机场 却在降落之际侧风强烈 导致飞机剧烈摇晃 无法降落 为了确保旅客安全 决定转降明古屋 该航班于日本时间下午20.02分 降落明古屋中部国际机场 该航机加油后 再安排启程飞往东京成田机场 不料又遇上怪风 最后历经三度重飞 升机前后延误7小时 终于在晚间19时52分顺利降落成田机场 因为JX800延误事件 该航班机组员所剩的攻时 已不足以执行JX801回台 必须在东京过夜休息 新宇航空则将JX801该班机回台湾的旅客 并入JX803班机一并返台 原定于日本时间6日下午4时10分起飞返台 但该航机抵达成田机场后 航机指示灯显示异常 航机于日本时间6日晚间6时13分 检查完成准备起飞 但成田机场受到册封影响 太多航机等待起降 以至于JX803迟迟无法得到起飞许可 导致飞航组员借链超时问题 因此新宇航空紧急从台北 安排两名机师搭机赶往东京 执行后续返台飞航任务 但救火机师抵达时间 已是7日的凌晨12时7分 这时JX803旅客研制 待在机上时间已长达8小时 就在航机检修 机组员工时问题都解决了 本以为航班JX803可以起飞返台 危机再度出现 成田机场依规定凌晨0时 日清晨6时实施宵禁 避免飞机起降噪音影响住户 根据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说法 成田机场一度说可延到晚间12点半 结果最后反悔不给延迟 这个东京的航站本来是一个同意 可是后来航站又反悔了 他说它12点就好 对你们真的很抱歉 成田机场回应因为公平起见 所以维持12点 而且新宇航空本来也安排好旅馆 要将旅客送出去 但日本海关也下班了 旅客自然不能清关离开机场 上百名旅客于日本时间5夜一时全体下飞机 在航下管制区后机室过夜 不少旅客用睡袋席地而睡 上百名旅客暴怒 并有人在机航室控录马机组员 不要拿出你们的诚意好不好 没有诚意 一杯水都没有 料到现在食物也没有 一杯水都没有 连中餐都没得吃啊 你搭过这样飞机吗 你们假 很丑啊 你们新宇总那么烂啊 那是烂到爆 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坦言自己一夜都没睡 及搭机赴日 除了不断跟旅客道歉 也道出整起事件原委 他说当然希望把全部的乘客一次都带回去 不过碍于法规的问题 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 针对新宇航空被延误的旅客 张国伟释出最大诚意 宣布来回机票全部退费 不是只有这一段 我们就是当初他去日本的那段 也都一定都就是把他弄掉了 我想这个也是业界游戏 第一次吧 大家都叫你不要去啊 你还是去啊 然后说说了20次的对不起 在那边诚意很准 我说了20次的对不起 我有说那么多次吗 我不知道 没有 我是觉得这样啦 我觉得我这人就这样啦 我觉得我们做不好 做错我们就承认就好了 不用跟瞎掰啦 那反正该怎么赔偿 我们就把杀利啦 你不用在那边扯东扯西啊 在那边讲那讲 人家也听不进去啊 我们自己也是消费者嘛 我们尽我们最大的诚意 跟那个方式 把这个事情给解决 当然有些东西不是钱可以解决的 像他们陆树在那边 我亲眼也看到 其实我也是很不舍的 只是我也能耐忆耐忍 我们就尽量 在我这边可以做的 我就尽量做 即使K董张国伟亲自飞往日本 释出最大诚意 但是行程被延误的旅客 仍然不买单 到后来我们又在 等了差不多四五针头 然后在飞机上 然后他们就说 因为空行人员超时 然后要等他们的人员 从台北到成平机场 然后等到11点多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成平机场 其实12点就禁飞了 他们没有老实告诉我 所以根本不是气候的问题 是他们的人员 就是怕超时 然后没有做到一个 一个危机意识 所以才会让我们这么生气 然后还有就是801 能源跟80上就可定的 然后后来 在这段时间之中 也没有给我们水 也没有给我们食物 然后后来是我们吵闹的时候 他才便宜给我们 今天我们原地是下午4点10分 然后他一开始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他就严慕登机 那我们也都不知道 那我们在登机口 那会一直等待 等到6点的时候 可能6点会登机 后去也都没有 后来就 好像到7点才说 后来快7点钟 让我们上飞机 然后才 登机也是一直没有 说是什么原因 是一直突然的等待 他是有其他的那个乘客 发现那个在对话中 发现一些不对劲 所以才他们才透露出 好像是人力不足的问题 所以调度很错 803 我们都不知道是803 然后是有看到西湖说 有怪风下不来 但是不知道会跟我们有关系 应该不会有影响 是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乘客 去跟他们对话 他才慢慢透露出来 所以意思是说 你们可能觉得 我们就坐在机上一直等 那我们一直觉得说 他沟通可能 之后我们晚上 他们可能搬机 有可能会骑飞 所以意思是让你们觉得 是有可能 骑黑的 他一直像我们的烧带说 他们正在积极跟 地勤跟机场 他们在那边联系 他人员很薄 所以大概也发给我们的水 那我们自己吃一吃 我们自己带了一些 那个食品的食物吧 然后自己吃一吃 那我知道他们有群肉 要做我们做 所以说 没关系 他们一旦有这样的成绩的话 我们自己吃一吃 这个都可以 都可以 刚开始搭的时候 我想说有一些期待 什么 取出不错 这很好 这很好 包括硬体 然后饮料 食物都不错 那 当然回来这次 插补 就是美中不足 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睡袋吗 就是 这是 星云航空发的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昨天是靠了这个 在机场的 哪里睡觉 在那个就是 初进的那个等候大厅 就在大厅睡觉 对 对 那靠 以前应该没有这个经验 以前没有这个经验 从来没有过 因为从头到尾 他顾点之后 然后1点55分 然后我们就在那机场 一直等 等了6个小时 然后之后他们就说 不然我们就是生产飞行 我们去安排好了 就是跟那个803的那个 航空发一起合并 合并之后后来 我们又再等了差不多 四五个针头 然后在飞机上 然后他们就说 因为空行人员超时 然后要等他们的人员 从台北到成平机场 然后等到11点多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成平机场 其实12点就禁飞了 他们没有老实告诉我们 所以根本不是气候的问题 是他们的人员 就是怕超时 然后没有做到一个 一个危机意识 所以才会让你这么生气 然后还有就是801 可能跟803就合并了 然后后来 在这段时间之中 也没有给我们水 也没有给我们食物 然后来自我们吵闹的时候 他才贬给我们 那我们是801的航班 一个旅客 然后后来803的客户 就是他们有吃的 我们拿到就是三名字 我们不是延价航空 一向的人就广播 就跟我们说 因为他们怕人也超时 所以他们就是要请他们的人员 从台北到成天机场 那我们其中很多人就挨招 因为有些人有工作 然后他们要开店 然后他们就很生气 那时候就已经很不爽 然后点过的时候 他才安排我们下飞机 下飞机之后 然后就给我们一个睡饭 然后跟水 然后重点是用累了 然后又叫我们再继续等 很生气 然后早上的时候 后来董事长 然后他就来说什么 对不起啊 这不抱歉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本来安排我们去离环 结果也没有 那你自己觉得 全培这个补偿方式 是你可以接受的 这不是全部全培的问题 而是我是觉得说 太浪费时间 而且重点是 小孩跟老人都在 而且甚至我们在飞机上 密闭封间 在三四个钟头 其实有老人已经不舒服了 那时候他们机上的人 我们说谁是护理师 或是谁是医生 根本就没有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吵说 我们要下飞机 不然也不让我们下飞机啊 然后他们机程人员 不找怎么办 因为他们在上面 一直接一些指定 然后他们的新航 就是他们的人员 就是他们最上层 也没有告诉他们 所以他们只能拼拼安抚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他们也很可憐 那是不是有传出说一个 就是说你这一次 刚刚飞回来的途中 是没有餐点可以吃的 在餐点之后是还有 对对对 那了解 对 如果 如果是你的话 你还会搭新宇 我不会再搭 我真的超级疼忘了 对啊 因为我总觉得 光是吃啊喝 还有休息的时间 他们也没有给我们一个正确 懂事我们炒啊 那他们谁愿意给我 然后最主要是 我从头到大 我第一次睡 睡机场 对啊 我们搭的是 新宇航空 不是廉价航空 对啊 他们拿到是那种 7-11那种烂吊暖暖的 那种三明治啊 这一只都会开心 我都想要拿来炸 我就说我不吃了 对啊 火锱炮 炸 炸 快点 敲